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网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9月16日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称 美国正在推动中华民国台湾重返联合国 而这个周末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克又率团访台 美台近期密切互动之后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将个人推特账号简介修改为 台湾驻美大使 引起美台即将建交的猜想和热议 被认为是台湾外交新进展 为此肖美琴20日深夜11点37分 在脸书做出回应 据自由时报报道 肖美琴深夜在脸书回应称 这两天很多台湾的朋友 针对我推特上的简介 兴奋开心来讯 我实在不忍让支持者大家失望 但还是要说明一下 我跟美国政府机关互动的正式直线 还是很长的 中文仍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书代表 肖美琴说 我7月底到任后 向拼命三郎一直努力跟各界接触 沟通 争取 盼长期台湾在国际上碰到的 不公平待遇能够有所改善 在代表书同仁一起努力下 有些事情确实有所进展 美方对我们许多诉求也多正面看待 但是每一步都是艰辛 也不可否认双边关系的法律结构 以及美国的政策框架 一中政策还是存在着 肖美琴指出 我在私人推特的简介上 用ambassador 不是美国官方目前所承认的称谓 但也不是自封自嗨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我在美国代表台湾 实际工作跟各国使馆没什么不同 甚至因台湾处境艰困 我的工作量 以及跟美方互动频率 比其他国家大使的业务还要多更繁杂 因此ambassador不但是对我先有工作的形容词 事实上也已经成为许多美方各界友人称呼我的方式 肖美琴强调 蔡总统任命我来此身负重任 虽然存在着常年的法律 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障碍与局限 台湾有许多故事 需要被国际上更多人看到 和战狼不同 肖美琴把自己称为战猫 并说战猫会继续努力 为台湾寻找那些狭隘空间中生存的机会 2018年 由于怀疑菲律宾女松岛北方的一小片土地 被大陆人民解放军控制 CIA决定派遣特工 在该区域部署间谍设备 这个小岛位于南海充满争议的地区 多年来 美国一直密切关注北京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尤其是在北京岸礁和环礁上建造人工岛仪式 美国雅虎新闻网19日披露 CIA在2008年主导的一项对中秘密行动 在本次行动中 CIA的四名特工皆因气候恶劣意外全数牺牲 参与行动的四人包括CIA特工史塔内克 佩里奇以及担任助手的麦考密克和密克斯 按照计划 四人将乘船沿着菲律宾海岸航行至任务区域 随后史塔内克和佩里奇潜入该岛 并将一个伪装成岩石的吊舱安置在水下 吊舱内装满监控设备 以监控大陆海军舰艇的电子讯号 任务完成后 四人准备前往日本 等待数周后再回来取回设备 雅虎的文章指出 2008年9月28日 史塔内克决定采取行动 按照气象预测 热带风暴海高斯将大幅度转向 避开他们航行的轨道 然而风暴并未改变行进轨道 而是向着四人乘坐的船只高速来袭 一名前CIA特别行动部门成员透露 CIA在船上设有追踪装置 跟踪船只进入风暴中心 直到讯号消失 由于该地区的美军人员 对CIA的秘密行动一无所知 也不可能展开任何搜救行动 事发后 CIA请日本自卫队帮忙寻找失踪人员 但什么也没找到 连一件漂浮的救生衣都没有 文章透露 任务失败后 行动细节仍维持保密状态 死者家属起先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为CIA工作 数个月后才告知家属 2008年 六颗匿名的星星被夹到CIA的纪念墙上 墙上的每颗星星都代表一个 在执行任务时殉职的CIA特工 中共商务部昨日发布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但未有名言将被纳入清单的公司 但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发表文章称 首批清单已完成拟定 若美国升级冲突将很快发布 而苹果公司 汇丰银行及Fedex等有可能榜胜有名 此外 该官媒报章较早前报道 不可靠实体清单时 也曾点名批评国泰 该报道称 首批清单将包括向中国公司切断供应的外国公司 报道引述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 称中共在5月为反击美国切断对华为芯片的供应 已经准备好将部分美国公司纳入清单 包括向高通 斯科 Apple进行制裁或发出限令 以及停止采购波音的飞机 报道续称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清单也可能包括Fedex及汇丰银行 报道指出前者将原本发给华为的油滴包裹发向美国 而后者则据称协助加拿大拘捕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 翻查资料 华人士早在去年8月便已提及Fedex 汇丰银行有可能被纳入清单 指两间公司帮助美国打压华为 被问及Fedex会否被纳入清单 中共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 将考虑四点因素 包括是否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性行为 损害中国国安等 此外 当时报道又引述学者称 不可靠实体清单上的公司 不仅是围绕华为的情况 其他有份损害中共国安 帮助香港及台湾分裂行为的公司 也将应该被纳入 虽然该名学者未有明确指出合间公司 但该份报道点名提到 国泰 亚马逊 Facebook及Twitter 均曾因支持香港的示威而饱受批评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 因为批评中共是政治僵尸 及习近平向黑帮老大 上月遭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 及冻结在中国的银行户头 她赴美后最近接受访问 指出中国必须抛弃中共思维 来改革才可能迈向健康的现代化发展 不过她承认 中国人被中共统治久了 目前普遍存在斯德格尔摩政后群心理 崇拜权力 令谋求根本变革的社会气氛不足 斯德格尔摩政后群是一种心理学现象 只被盖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 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 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节 这些情感被认为是不理性的 蔡霞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 自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的野蛮和凶残程度 已经超越毛泽东时代和纳粹时期的希特勒 中国进入集权3.0时期 她指在高科技和大数据配合下 中共已能对每个人民实施24小时 全天候的立体监控 至于中共党内的反对力量 蔡霞指 经过80年代的威权时期 反对派早有所松动 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 让党内干部有很大的贪污空间 变成人人都不干净后 习近平便通过反腐为名 强力打压不同意见 如今体制内再无任何可制约她的力量 蔡霞强调 要打破目前僵局 让中国重新出发 千万不要指望中共内部改革可以达成 必须把先有制度抛弃 让9000万共产党员得到解放 不再让权力高度集中 蔡霞承认 目前中国民众普遍还是支持中共 因为他们恨头贪官 不太理会最高层的权力斗争 这只是看到局部 没有想到根本 蔡霞直言 只有制度的改变 才能让人民的安居乐业受到保障 但中国在数千年的皇权文化下 普遍已有一种类似斯德格尔摩政群后的心理 对权力充满崇拜 反过来感谢虐待自己的人 自习近平称帝后乐当皇民 所以社会精英更有义务和责任做这件事 推动变革 蔡霞相信 有像她类似想法的在体制内不乏其人 我不是想挽救一个党 是想国家民族能走出这个僵局 不断向前走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宣布卸任 即将离开中国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坦言 美中关系已发生巨变 他每晚都难以入眠 有评论认为 美撤回驻华大使让中美走到了断交的前夜 崔天凯恐担心自己会卷布盖回国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9月18日 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采访时说 美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变得更丰富 更深入 更复杂 更全面 他直言 如今自己每晚都难以入眠 崔天凯说 美中之间在台湾 香港 新疆 南海等问题都存在分歧 他声称 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 这将带来严重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 布兰斯塔德在宣布卸任之前 中共党媒拒绝刊登他的评论文章 这篇文章呼吁两国通过未经审查的讨论 和不受限制的互动来构建双边关系 布兰斯塔德的文章被拒后不久 他于9月14日突然宣布辞职 而中共官方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对此毫不知情 引发舆论诸多猜测 布兰斯塔德毫无征兆宣布离任 是双方关系快速崩坏的又一标志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表示 布兰斯塔德的离任会让美中关系进一步跌入低谷 叶耀元说 川普在大选之前特意把布兰斯塔德撤回美国 从某种程度其实是在传达一个讯号给中共 就是说川普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经营越来越不在意 甚至是要反向去操作 让两边关系更加的恶化 布兰斯塔德宣布离任 也引发中文社交平台热议 网友深海发帖说 全面脱钩洗衣内循环 还有网友担忧 按照国家间外交关系五个级别 一级大使级这是盟国关系 二级公使级 三级代办级 四级断交 五级战争状态 布大使离任后 中美之间只剩第三级代办 这是否预示中美关系实质性的降级 是否预示热战即将发生 观察家注意到 在美中关系加速恶化之际 美台关系不断升温 继美国卫生部长访问台湾后 美国国务刺青克拉奇也率团访台 美台进入蜜月期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9月18日晚 在总统府宴请克拉奇时表示 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一步 外界认为 蔡英文此言似乎话中有话 美台不断提升政府层面的交流 疑似美台建交的前奏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 18日宣布 他已提交一份共同决议案 认为美国因恢复与台湾正式外交关系 洽谈自由贸易协定 并支持台湾取得国际组织会员身份 下面来看一则中印边境局势的新闻 一美今日印度报道引用印方匿名高官消息称 印度军队在20天内占据的山峰 包括马加尔山 古龙山 热藏拉 查纳拉山 墨河帕里神炮山和四指山山脊线上的最大山峰 印军在最近20天之内在中印边界的对抗中占据上风 报道指出 这些山峰是印军在9月最新控制的中印边境战略地点 目前中印藏南边境地区已开始进入冬季 气候转为炎酷寒冷 中印两国在边境部署大量的军队 并建设战略通道 被指正在进行长期的战略对峙准备 据报道 中共军方还在热藏拉与雷辛拉高地附近 增派了约3000人的联合旅 军种包括步兵与装甲部队 据CNN报道 由于商业航空旅行需求下滑 美国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巨头雷神技术公司 宣布将削减1.5万个工作岗位 该数字是此前预测的两倍多 近年以来 雷神股价累计跌27.92% 报62.35美元每股 今年4月 因公共卫生事件导致航空旅行需求暴跌 雷神技术已在其商业航空业务领域裁员约8000人 公开资料显示 雷神公司总部位于马赛诸塞州沃尔斯尔姆 是一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 为全球商业 军事和政府客户提供先进的系统和服务 是美国军工股中五大军火商之一 雷神在世界各地的雇员有约243200人 根据Defense News 2005年的数据 雷神是世界第五大国防合约商 2020年8月10日 雷神技术公司名列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第119位 雷神技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雷格海斯表示 商业航空市场正在恢复 但可能要到2023年左右才能完全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